而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烧 很多的活动都为了防疫而停办了 其中在花莲已经有44年历史的 圣安宫元宵晚会也决定要停办 另外新城保安宫每年正月初九天宫 圣的庆典也宣布取消 而在春节期间 各大宫庙、参拜还有走春的活动 会加强防疫措施及人员的动线管制 请民众特别注意 圣安宫元宵拆灯米晚会 是花莲地区最大规模的元宵节庆祝活动 至今已经有44年历史 但受到国内外肺炎疫情持续延烧的影响 圣安宫管理委员会决议 今年元宵晚会必须停办 因为我们这个疫情还没有期缓 所以说我们主办了 已经44年的元宵节灯米晚会 我们真的很难过也很痛心 今年取消 因为元宵节灯米晚会在我们花东地区 我们算是最大厂的 那个群聚的话要将近好几万人 所以说我们真的很难过也很痛心 跟各位相亲报告 我们今年取消 除了取消元宵拆的米晚会 圣安宫过年期间的庆典和香客参拜 还有民众走春也会加强防疫戳失 及人员的动线管制 另外同样是新春期间 重要民俗节庆的新城保安宫 天宫生庆典也宣布停办 这旅会卷相报道 我们下期的选择 交涨 请 这个选择 感谢观看